另外国民党总统初选民调今天正式展开 但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幕僚 前国民党立委的儿子李静颖 在网路po文 有韩不投非韩投锅 甚至还大酸韩国瑜 老婆女儿比他还想选 遭到外界质疑 柯文哲难道是透过幕僚 要来影响兰茵的初选选情吗 柯文哲今天上午亲自澄清 强调绝对没有带风向 幕僚有跟自己报备 但谁写的谁负责 台北NPO聚落正式启用 台北NPO聚落正式启用 柯文哲绣正机 但身旁幕僚公开发文 影响国民党初选 他是市长市主任研究员 前国民党立委李嘉靖儿子 PTT发文 自曾蓝底香白旗正二代 预言韩国瑜将大胜国民党初选 说自己很简单 不想韩国瑜当总统 更酸老婆女儿比老子还想选 号召所有人让郭台铭挡住韩国瑜 正逢国民党总统初选民调旗炮 柯文哲遭质疑干涉蓝营内战 不会啦通常我们都是被带风向的 我们也没有去带什么风向 不过这样啦他每个人每个人的想法 你也没有 你也没有办法禁止他说你不能写 你没来去问他怎么会问我呢 他写谁写的谁负责 回应难掩怒气 但民进党操作蓝营初选 非韩不投 可否再轟蓝绿阵营 自清没带风向 但被视为2020总统热门人选 柯文哲莫许幕僚 PO文依旧被放大解读 接着我们想林凯军 台湾大